来看到最新民调出炉了 侯友宜最近回防新北 巩固基本盘策略奏效了吗 但你来看是美丽岛电子报 在昨天他们公布最新民调 萨卡都的情况之下 你看到侯友宜不是老三了 21.9%已经超越柯文哲的 21.7% 终于摆脱了老三魔咒吗 不过在另外一份 今天发布的风采民调当中 侯友宜还是老三了 另外我们看到是在 细卡都的状况之下 美丽岛电子报说 这个侯友宜跟柯文哲会追平 都是18.9% 那郭台铭是12.9% 那么但你看到是风采民调的话 那侯友宜又是回到老三 但是我们可以关注到的是 柯文哲在年轻支持度 还有民调上面都是有下降的 可能是不是受到之前空姐热物 或是挺高红安等等来做影响呢 不管这民调结果如何 柯文哲很淡定 他说是统计方法改变了 瞄准亲子票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推动 未来新北右教霸气加码 我特别要求我们交易局 一定要投入1.1亿增加金费 端出政策牛肉真的有效吗 美丽岛电子报最新民调 忽悠仪终于甩掉老三标签 以21.9%的支持度跃居第二 仅与民众党客问者相差0.2个百分点 另外一份民调 虽然还是以15.9%敬陪莫座 但支持度稳定攀升 蓝军也士气大振 鞏固基本盘策略奏效 蓝军支持度回稳 而民众党则乌云笼罩 因为民调也显示 客问者在优势的青年票下降幅度大 7月16到8月16之间 跌了7.7个百分点 拿下31.8%的支持度 与赖清德差距越来越小 甚至侯友宜也后来居上 恐怕是因为近期争议不断 柯文哲的空姐 或者是其性女性的 这些相关的事件 那以及就是高宏安的事件 那是不是年轻选民意见不一样 所以导致他的民调下降 所以侯友宜跟柯文哲 可能他们将来会继续再 在争第二名上面 互别苗头 对民调起伏无奈叹一口气 如何在蓝绿夹杀及郭台铭分票压力下 杀出一条血路 柯文哲一个头两个大 记者最后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